林书豪在卡16分,生涯总得分破5000,一间连2148分,姚明多少分,在今日NBA常规赛之中,老鹰对战绝金,林书豪替补出场25分中,全场石头四中,其中3分球7中3,拿下16分5篮板5助攻的数据,但是老鹰最终93比138大败于绝金, 而本场比赛之中,林书豪也成功地拿到了NBA职业生涯的第5000分,这已经是林书豪进入NBA的第9个赛季,本赛季林书豪在老鹰替补场均出场17.5分中,拿到9.9分2.0篮板2.9助攻的数据,林书豪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,场均能够得到11.9分2.8篮板4.4助攻1.15强断的数据, 林书豪赏一场比赛的时候,生涯总得分,已经到4993分,加上本场的16分,已经达到了509分,排名在历史第845位,而他拿到1189个篮板,排名历史第1301,助攻数达到1854,排名历史第455位。 林书豪,2010年参加NBA选秀但最终落选,2010-2011赛季夏季联赛结束后和勇士签约,并且开始NBA生涯,先后效力过多支球队。 上个赛季在篮网的时候紧出场25分钟砍下18分便遭遇伤病,赛季报销,而夏天被交易到了亚特兰大老鹰队,那么除了林书豪,其余在NBA征战过的华人数据如何呢? 王志振604分,巴克尔156分,孙燕6分。 这些人目前在系统查不到具体的排名,也就是说他们基本在NBA没有打出什么成绩,都是昙花一现,而周琦和丁燕女航,还处于刚进入联盟的状态,暂时不进入其中进行比较。 一间连在进入NBA的时候,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,他在进入联盟之初的表现,确实非常的不错,但是后来因为遭遇伤病等各种原因,逐渐失去了上场时间,状态也渐渐下滑,他在NBA之中,一共得到了2148分,排在NBA里是第1101的位置,但是这样的排名会被人不断的超越。 姚明算是在NBA真正打出名堂的球员,他在2002年被修斯敦火箭队,以状远签选中之后,一共进行了长达八个赛季的职业生涯。 姚明在这八个赛季之中,一共出场486场,总得分为9247分,排名历史第404,得到4494个篮板,排名历史第三百,助攻数769,排名第1012。 而他拿到过209次两双数据,排名历史第93位,此外季后赛还获得555分,这个数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,因为伤病的影响,姚明的生涯总得分还是没能破万,稍微有点可惜,你们觉得中国球员未来有可能在NBA实现万分先生的可能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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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